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天真的回答 我想开飞机 想当飞行员 主持人接着问 嗯不错 那我问你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 假如有一天你开着飞机在太平洋上空没有油了 所有的引擎都熄火了 飞机无法继续正常飞行 你会怎么办呢 小朋友想了想说 我 我会先告诉飞机上所有的乘客系好安全带 然后我背好自己的降落伞包 然后赶紧跳下去 我 孩子还想说下去 但是被观众的笑声打断了 现场的观众笑得东倒西歪的 但是主持人没有 他继续注视着这个孩子 没想到接着孩子的两行热泪夺况而出 这才使主持人发现这个孩子的悲逆之情远非比莫所能形容 于是主持人继续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小朋友发现自己在被聆听 于是他鼓起勇气继续说道 我要去找汽油 然后赶回来拯救所有的乘客 我还会回来 我还会回来 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停止了笑声 当观众对孩子说的话发笑时 主持人没有轻易地下结论 而是耐心地倾听小朋友的发言 在进行反馈 使得小朋友说出了内心最真挚的想法 这就是倾听的力量 从借借课开始 我们一起来聊聊倾听的那些事 在人与人的沟通与交流中 被关注者通常是述说的那一方 发言者是沟通的主导者 推进者 事实上在沟通中 重点不在于你说了什么 而在于别人听懂了什么 倾听远比你想象的更加重要 那么什么是倾听呢 倾听不仅仅是要用耳朵来听说话者的言词 还需要一个人全身心地去投入 感受对方谈话过程中表达的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 狭义的倾听指的是凭借听觉器官接收语言信息 进而通过思维活动达到认知理解的全过程 而广义的倾听包括文字交流等方式 在倾听的过程中 耳朵只是接收声音的工具 最重要的是需要大脑的思考 结合语境最大程度地了解诉说者的需求 尝试体会诉说者的真实意图 做到感同身受 学习倾听意味着什么呢 会倾听的人不会带着自己已有的想法去做判断 他们会全神贯注从倾诉者的需求出发 体会其感受 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曾说过 尽管有种种相似之处 生活的每时每刻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一张新的面孔我们从未见过 也不可能再次见到 我们无法停留在过去 也无法遇见我们的反应 我们需要不带有任何成见的去感受变化 我们需要用全身心去倾听 最能给予他人支持的往往不是诉说 而是倾听 卡内基说 对和你谈话的那个人来说 他的需求和他自己的事情 远比你的事重要得多 在他的生活中 他要是牙痛 要比发生天灾 数百万人伤亡的事情还要更加重大 他对自己头上的小窗的在意 要比对一起大地震关注的还要多 工作与生活中喜欢发言的人比比皆是 大家往往都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兴趣 每个人都有倾诉欲 渴望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但是要做到先放下自己的想法 接纳别人的意见却不是那么容易 法国作家西蒙娜威伊写道 倾听一个处于痛苦中的人 不仅十分罕见 而且非常困难 那简直是奇迹 那就是奇迹 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做到 实际上绝大部分的人 还是不具备有这样的能力 当别人诉说自己痛苦的经历时 我们常常急于表达同情 给予安慰和建议 然而对方只是想让你了解她的处境 切身体会她的感受 有一次小花对着镜子说 我太丑了 像一只猪一样 同时小李安慰道 你要相信你是最美的女孩 小花头也不回到走开了 很明显小李的安慰不时时宜 并且完全没有得到效果 也许小花只是希望大家留意她的感受 也许当时小李可以换种问法 你对你自己今天的仪容仪表感到失望吗 如果只是给予安慰 而不去设身处地的去了解他人 反馈势必达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当你认真倾听时 对方会感到被尊重 被重视 从而也能达到有效的沟通效果 倾听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话只听一半 这个现象并不少见 这往往会造成断章取义的现象 正如本节课开始的那个故事 当听到小朋友说要先跳下去的时候 大部分心里对小朋友 或许已经有了天真倒笑 但又带有一点自私的定论 但只有在主持人引导小朋友说出 我还要回来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小朋友心中的英雄情节 今天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和维系关系 卡奈基说过 他曾经与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聊天 听对方谈大麻和马铃薯的种植 结果他被对方评价为最有意思的谈话家 其实卡奈基本人并没有说起句话 只不过是表达出了一种受益良多 并愿意了解更多的乐文 在对方说话的时候 用真诚的态度倾听 这本身就是让对方感觉到愉悦的方式 这无形就巩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进而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对自己的观感 你在一位愿意接纳的倾听者面前进行表达 是不是能更好地理清自己的想法 发现自己内心的感受呢 一双灵巧的耳朵 胜过十张能说会道的嘴巴 既然倾听如此重要 那么如何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倾听者呢 首先需要养成尊重他人的习惯 尊重才会重视 重视才能仔细地理解他人的话 倾听并不是一个精细的技术 只要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 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倾听者 小雪在平时的谈话中常常喜欢插嘴 但是在跟领导谈话的时候 他会等领导说完了才提出自己的疑问 这说明他并不是不会倾听 而是在生活中他对别人的话不够重视 其次 倾听需要同理心 同理心是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 将心比心 尝试理解对方的心理 一部分来自于先天的直觉 一部分来自于后天的努力 语言是思想和情绪的最主要的表达方式 就如同一部画的饼墨颜色 是画师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途径 如何透过语言去理解对方的思想和情绪 就需要用到同理心 真诚地去感受他人的需求 了解一个人的所思所想 不要断章取义 不要随意采测 不居高临下 用平等的态度对待相对低位的人 管理学大师斯蒂芬·科维 就提出了同理心倾听的概念 他说 每当听到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 他都会走过去说 你看事物有不同的视角呀 说给我听听 他持有的态度是 先寻求理解 再寻求被理解 也就是你先要弄明白别人的观点 然后再阐述自己的观点 希望取得别人的理解 而不是当双方的观点不一致时 就下意识地先进行反驳 最后 不急于提出建议 偷开已有的感受和看法 全身心了解 倾诉者的感受和体会 除非是特别的需求 否则不要试图解决问题 或提出建议 有时他人对你的诉苦 只是希望有人能够倾听他的感受 在公司待了三年了 小杨一直兢兢业业 从来不迟到不早退 他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 领导也很想提拔小杨 让他最近好好表现 年底可以升职为经理了 年底总结会那一天 小杨送孩子上学迟到了几分钟 领导气急败坏 认为小杨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随即撤销了升职经理的决定 三年的努力 就因为迟到了几分钟 白费了 事后小杨很伤心的去和朋友提到这件事 这时他并不是想让朋友给到他建议 而只是表达自己的委屈 这时朋友或许可以说 我明白你现在肯定觉得很憋屈 对于我们而言 想帮朋友 所以提出及时解决方案 是一种很自然的本能 但是我们的建议 很有可能不是对方需要的 这时候我们要做的 就是全神贯注的去倾听 和感受对方的情感 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理解和关心 好了同学们 本次课就到这儿吧 相信大家对倾听 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 那下节课 我们再一起来聊聊倾听的具体内容